人權是要由人民眾行動來爭取 228台灣的犧牲 才有現在民主、人權、自由的生活 現在國民黨政府掌控司法 一再黏壓今天總統 總統都沒有人權了 恩和蘭人權 我看他們眾人生氣 唯有遇感228彩案 將歷史從業 不知道你們跟他打 是不是跟我一樣 好 謝謝 我想我們等一下再去打 就是說他表演等等 是司法人權問題來的 請 那個 我有一種認知 就是 其實 我們可以講 中國國家的體制 就是人權的因例 不管是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如果我以 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來講 其實可以講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 就是中國共和國的體制 尤其他憲法已經明定 中國共和國是領導中華民國的國 而且在四個基本原則裡頭 才有喊出人民民主專政 其實這個人民就是共產黨 共產黨民主專政 共產黨的民主獨裁專政 可以這麼講 那反過來 來看台灣的話 台灣的中華民國體制 我們可以 可以徹底的講 它就是 中國國民黨的體制 尤其 經過了 民進黨執政的 發明的政黨輪替 中國國民黨的體制 還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之內 根本沒有辦法打破 我 我曾經在中國工作了十幾年 請王大先生 不要太care 那個什麼 中共啦 中國啦 之類的 那 我 我在中國工作了十幾年啦 那 常常的 在我做一些很不平的事情啦 那我就跟中國的朋友在那裡發撈燒啦 結果我的中國朋友都喜歡講 你不知道啦 我們國家還是很民主啦 因為我們政府的領導都講說 你是民啦 我是主啦 所以我們很民主啦 這句話非常的貼切 現在我們經過的第二次政黨輪替 馬英九政府上台以後 也是用這種 你是民我是主的心態 在統治台灣啊 你看看 這種情況是不是非常的悲哀 如果我們要打破的話 我們不是要打破 中國國民黨的領導 我們應該是要打破 中華民國的啟示 打破了中華民國的啟示 才能夠打破 那個那個 中國國民黨的 對人權破壞的那個因應存在 打破的那個人們 他今天是來自我來 還有 我來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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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的 還有台灣關係法 還有共用武器法 對於不是一個國家可以這樣做的 正是違反國際的交叉 這是一個情教相反的 第一 馬英佐曾經簽了那個人陳明的國安 一年簽了之後 那我們為什麼說還用這個警察 沒有關係 這是擴大宣傳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說 1951年這個就竟然國也已經簽了 48個國家簽了 日本犯規對台灣的有一切鼓勵的鼓勵 1952年就台北跟在台北前任四年 跟中華民國的交叉 1952年一全域都已經犯起來 哪來有這個動機站給中華民國 所以我昨天東西都已經都泡掉了 我今天哪有動機站給大家 請將官員回答一下 謝謝 好 等一下再回答 來 還有其他問題沒有 是我嗎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中市 來的報告基金委的這天 我小時候 我想要請教我們今天說的人權 我想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灣目前 就是現在進行市 我們阿批總統他的人權在踐踏 我想說我們一個 國位台灣總統的阿批總統 他的人權 阿批總統 就是說 我的一個台灣總統 但是我們近年對他的人權 我們無力無為天 所以我想要請教就是說 阿批總統的人權 我們都無法帶他來做什麼 那一段的老闆是他的人權 我們是要怎麼來幫他維護的 謝謝 這是我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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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請 請 謝謝 好 來 請 呃 呃... 大小黃 呃 那個高性也是 跟他就是說 已經六十多歲 要要來稱讚這樣子的生日 呃... 昨晚 今天 我... 調完房子說啦 第一点 我想要从影视调 表示我违禁的这一题 比如说齐教说 2008年是我们台湾人意志的展现的失败 我说了不是 我说了说这些不公平的竞争 也是不公平的选举 所以跟台湾人那个没有关系 而是说讲现实一点 就是用骗票的方式 得到那个多了200多万票 所以你不要怪台湾人 我有时候会很生气 就是说我们台湾因为特殊的体制 那个教育的关系 常常会被竹群攻卦 他们说没有竹群问题 但是确实有竹群问题 然后常常 我参加セミナー很多 然后常常用国语用北京话讲 人家那里南的同家台湾就说 你哪说我北京话 你为什么讲人家的话 就是把我们帖上标 我觉得这个最要比的 那今天很高兴 大家都用相同的语言 所以你讲什么话不重要 要你自己的头脑的思想最重要 你想什么都最重要 你为谁想 你为谁做事 那个才是最重要 你讲那个话都没有重要 为什么 马依九的那个国语 国语音语都很标准 米南话也很标准 他甚至说 马依九甚至说他也是客家人 他替我们客家做了什么事情 吴伯雄先生也是客家人 替我们客家又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什么人不重要 他讲什么话不重要 要真正说他为台湾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才才重要 这一点要请大家 尤其在座的那个有发言强的人 要特别注意 我曾经常常看看很有社会地位也是知识分子 常常一天到晚就说 哦我们要给民进党教训教训 要给我们要含内投票 每次就说含内投票 现在阿扁出事了 又一天到晚跳脚跳脚 他不晓得 我们台湾人这个意志已经被人家洗脑了 我现在有在小学教授家里 小学我在前几年 他出事情的时候 那个小朋友 男生跟你是吵架的时候 他就当众骂说 下贱你就跟陈水扁一样下贱 就是当国家的眼所变成下贱的代名词形容词的话 这个国家还是国家吗 我们下一辈子还有救吗 我跟你讲 你要再洗脑 要把他们那个软布黑的要白 再软成白的话 再至少要十年 现在下一代的小朋友 普遍认为民进党就是贪污党 阿扁就是贪污政党 所以谁敢跳出来 你跳出来你就完蛋了 你跳出来你就是完蛋 所以各位 我们现在不要限制停扁跟反扁之争 我们一定要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 人权司法的部分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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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